暑假期间,很多同学都会将他的乐器拿来清洗和修理 刚刚我们手上有一批大家很常用的小元号 在他们上面,我们发现了很多常见的问题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支应该有些日子,有些舊 舊不是问题的 但其实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大家看看这个 Mouth pipe 下面是凹凹的 这些凹凹是很严重的影响乐器 我们可以听一听 他的音准不平均 当然,刚才吹的只是低音 如果吹高音的时候,会有些困难 其实不能吹到高音 原因就是这里的问题 不单是这里凹凹了 这个支撑鼻 这个支撑鼻 亦都肯定在碰撞时是压熟了 而现在这里有Tension 影响前鸽器的震动 现在我们看看第二支 第二支 这些,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少少裂开的汗口 轻微裂开,这里下面也有少少裂开,即是曾经碰撞过,又弹开 这些都是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听到音准很不平均 高音也是吹不出的 都是因为这里的问题 看看第三支 第三支支符表面上是测淡的 好像蛮完整,大家可以看到 这枚器是最幼的里面 它可以看到底部曾经碰撞过,便 1983 St。 这是一个严重问题 不知可否用五音不全來形容它 很奇怪的反應 我們看看第四瓶 這瓶大家看看 拿手的地方是非常嚴重的粒 全扁下去 有什麼影響呢? 它這瓶下面也是撞五粒的 剛才蓋著看不到 其實都是撞粒的 有兩個按鈕 按鈕 有兩個按鈕 按鈕 有兩個按鈕 接著是第五支 大家都清楚 有兩個按鈕 下面的按鈕 也有一個很大的範圍 凹凹了 這些都很常見 但除此之外 又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也有兩個按鈕 要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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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 这一枝就好很多 因为它只有一个大粒在底部 接下来我们看看最后一枝 大家看到这个Duck Food 都是撞过弯了 跌完之后 我想整个Bell section 都有很多地方凹凹了 大家看看Bell 整个是接着的 当然它的Body上面也有其他粒 有一个汗是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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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不要虐待大家的耳朵 好像有些五音不全 大家看到音准很奇怪 高音很难吹 这些问题通常有很多时候 是乐器失灵的表现 应该尽快修理它 大家就不用学习得那么辛苦 有一个汗是脱了 有一个汗 高音感觉 有一个汗 或者对于这些东西 有一个汗 你去抑郁 有一个汗 我会有一个汗